大家来找茶 最近咱福州市道路运输管理处也着实调皮的一把 邀请广大市民一起来找茶 找的就是咱福州公交站名字上的茶 目前仍存在一些异混小名不符实的公交站名 还有不少招呼站指向性不明确 从而影响了市民出行便利程度 现有尚未命名的招呼站 东普路招呼站一队28路 68路京庭 东元2路招呼站一队76路 157路京庭 高望路招呼站一队4路京庭 江滨中大岛招呼站一队37路 观光2号线京庭 沦江路东侧招呼站一个48路京庭 南宇路招呼站一队知山专线京庭 战备路招呼站一队25路京庭 如江东路招呼站一队37路京庭 吴隆江西侧招呼站一个32路 39路41路55路95路96路 150路168路330路506路528路 缅东专线京庭 科技路西侧招呼站一个89路京庭 南二环路招呼站一队167路京庭 辅马路西侧招呼站一个58路73路 两马航线131路137路京庭 菊仁州大桥北侧招呼站一个43路京庭 秋阳路招呼站一队48路150路京庭 吉山路北侧招呼站一个99路京庭 大学城招呼站一队151路336路京庭 三个方面征求宝贵意见证 是否应该更改占名名 占名应如何更改 还有哪些名不服食的公交占名需更改 相关意见或建议可以发送至邮箱 或直接在下方评论留言 876一起打包会总大过去现有 名不服食的公交站 大学城特运西站 台江野院站 三茶街新村站 灰炉头站 乌龙江大岛站 咱大家会一起来回忆回忆 你家附近的公交站以前叫啥 是不是有很多的历史典故 根据真实历史典故 还原融成历史文化 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就比如说 上个月 江夏院公交总站 公交站更名 为谢远公交总站 古山中学站更名 为谢远小学站 9月3日起 西红路上的金牛山公园 人康乔中学站名更名 为西红石狼静 恢复历史古地名 还原站名应有含义 是对福州是非物质文化的保护 具有深远及重要的意义 不少网友也都点赞支持 五十一路驾驶员王少聪师傅 从事公交行业已经35年了 谈起最早的五十一路这些公交站点 都是回忆 876的各位车友 聊到那些有意思的公交站名 也是满满回忆 五十一路驾驶员王少聪师傅 说起蒙古营和台江电影 愿这两个站点 娓娓道来 既然说到历史上的那些事儿 那本福州的这些地名可有得聊了 谢远公交总站中的谢远二字 就是古代官吏办公的地方 我是到管输公交车刘科长 现在下院所在地方原教谢远 当时在该处是公交站 取占名是因为谢和下在福州话中因此 沟通不畅 以得传额 就变成下院 所以古山一带 现在有很多含下院的地名 如下院站 下院小学 下院公交总站等 福州不少公交站名也有很多故事 如蒙古营 纪九龄 像源头等 他们都大有来讨福州公交站背后的故事 一 壮人静壮人静壮人静名字的由来 是因为福州历史上第一位壮人许江 曾在福州琼河 金水部居住 后人将许江在琼河的居所称为壮人静 二七迅口吉迅口 曾是满族人一条街吉迅口的名字 源于以前的吉下街清朝时期八七住房福州以东门大街 至吉迅口卫一轴县 北起汤门 南至水部门 均为满营驻地 因其人又趁其下人 所以福州百姓把这片街道称为吉下街 据了解 郡是清代兵制中的基层单位 因此 离东街口不远望东 的口则称为吉迅口 三 蒙古营 清朝的八旗军中的蒙古营 的驻扎的蒙古营 是清朝的八旗军中的蒙古营的驻扎的 福州自唐朝以来战事不断 五代十国的缅国时期 明朝嘉靖年间的其济光抗沃时期 清顺制的八旗入敏时期都有大量军队驻扎城内 直接催生了许多带有银子的地名 四 向元相传曾是耿经中的私人动物园耿经中 这个地名与耿经中有关 当年 耿王从广东先往福州 王府所在地称耿王庄 就是现在的王庄 传说中 耿是有帝王之志 于是宣指王庄南边万寿河畔建起后花园 取玉带环郊 万寿无疆之意 在花园东面 曾经是耿经中养印度相的私人动物园 陈相园 五 古三座 古三座是福州温泉古祭堂五代王审之建成时 民工在金汤边和树兜之间的荒地上 发现从地下涌出温泉 就以石为城不规则的汤匙 作为早晚洗笛之用 后来人们用石继承三口长方形的池 工人沐浴 其温泉古祭之一古三座 有古代刘圣祭 三山赋圣明之谕 六 双后桥 相传是因为一个亲美的爱情故事 传说昔日有王氏男子与陶氏女子相好 父母不批准此门婚事 两人便于日夜在此桥 投河自杀俊秦自残 不过 更多的说法是说此桥圆明和朝桥 本来下街两条河流 与之前的另外一座桥发苗桥合称双炮 七 红山桥旧时的红山桥 光炳号称全福州 最正宗的光炳红山桥 在红山附近 因此得名 始建于明朝成化年间的红山古桥 历经几回重修 所以荒废在上存有桥墩 因为地域地位的其特性 就是 那红山桥光炳 号称全福州最正宗的光炳 八 纪九领 纪九领原名 高安山西领 为纪念古代美国 国子建纪九 战门殉国与此而改名相传 后唐时 明昂王严喊要谋害反对齐选美进宫的兄弟 建州王严禀派来建祖的使者 派国子建纪九战门送毒酒 到纪九领于使者 战门不愿因杀了使者 而是王氏兄弟内部残杀 于是 他放走了使者 归途中 自己引下毒酒身亡 后人未纪念战门 在此建茉莉碑 并将此领改名为戏九领 九 观景观景录以前称为观音景 大街 该地原有依观音堂送末远处 将领将观音堂拆掉 改为了五帝庙 后该次再到光年间被大火烧毁 这个故事在民间传开 百姓们认为拆观音堂 盖五帝庙是把善得赶走 反思恶得 其善他恶 便自发将观音堂改建在大道旁 堂内还有一口井 引来了很多善男信女 香火十分兴旺 于是该地被称作观音景 大街便有了现在的观景录 十 异序这里有著名的异序机场高盖山 在福州城南偏西的位置 南渡林乌龙江称为外语 福州话中异序与外语谐音 地名便从俗尔雅发展了 异序有著名的异序机场 十一 龙潭脚 龙潭脚 是苍山以前的古路口 本名龙潭窟 相传古代有白龙居住于此地 而且还与寺中里面的大庙山上的吊龙台和吊龙井相通 著名的女神陈静姑的传说也和此地有关 陈静姑在此地为普罗民众奇语 便有了目前依然存在的陈静姑奇语处 十二 塔头 这是个感人的故事 但故事画面 请千万不要脑补 塔头与动词的答有关 说的是明末七纪光率兵汉窝到达塔头桥头的时候 领头局率齐的士兵的头被窝寇砍了下来但没有砍断 还连着皮挂在那里 但是他依然举着旗帜向前冲 他的无畏行为鼓动的士气 士兵们奋勇杀敌 士卢破竹 最终取得了圣地 为了纪念塔头杀窝寇 这已动人事迹 便将此地命名为塔头节 最终谐因为塔头节 这下你了解了吗? 来源 876新媒体出品部分内容来源 福州日报版权回原作者所有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